去年我们在超市买了一包澳洲薯仔 因为如果你放在一个比较阴的地方 凉爽的地方就会生牙 英文我们叫I 即是眼 不是牙 不过是牙 如果你放在一个多月就会生 生了之后就可以切了有多少只牙 你就可以切了多少只牙 然后放在泥里等下 它就会生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我们的薯仔 有日子 这些是3月15日种的 今天是4月初 即是三个多星期 已经大成这样的 等多两三个月就有薯仔吃 最重要是什么呢 我们还有8只的薯仔 如果你们也想试一下 你可以联络我 我们安排给你的 好吗? 好,拜拜